Hello 各位傳媒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立法會議員 新界東南的李世榮 和陳恆斌議員一起來到投下我們神聖的一票 我們一會兒就進去票站投票 今次這個行政長官選舉 是完善了選舉制度之後的行政長官的選舉 我們經歷過選委會的選舉 立法會的選舉 到今天的行政長官投票日 我自己個人是十分期待的 亦都很盼望 好像候選人所指出 可以寫下新的一頁 我見到在香港 今次的選舉氣氛是十分濃厚 對候選人是很有期望 可能候選人今次的政綱是非常貼地 亦都指出了現在香港擺在眼前的問題 特別有一句說話我自己是很深刻的 加超sir就說了 方案其實已經擺在這裏了 今屆政府就要落實執行 所以從他不同的競選活動 和我們曾經見過面的情況 我都感受到他絕對是有心有力 還有有計劃 是將香港帶我們七百多萬的市民 寫下新的一頁 所以我會全力支持加超sir 希望他上任之後能夠兌現承諾 讓我們香港市民 香港明天一定會更好 或者交給陳恆斌議員 好 今天是歷史的一個新的時刻 這個歷史的時刻非常重要 因為今次是在完善選舉制度之下 選行政長官 新一任的行政長官我相信 誕生了之後一定會令到香港 開一個新的編章 以結果為目標 我相信這是大家共同的理念 所以今天我和世榮都會投下這一票 支持加超 一起為香港開新編 謝謝 謝謝